本土病例是81852 较前一天有下降 连三天本土确诊维持八字头 但是26号暴增333人中重症 死亡人数更首次破百 飙到104例 双双创下疫情来新高 再增两儿童分别因脑炎和败血症死亡 截至16号为止累计有16例儿童重症 当中7人死亡 重症中更有7例都有并发脑炎 中重症死亡率攀升幅度大 陈世忠不敢大意 死亡率降在千分之一年的期盼落空 但陈世忠也认为目前确诊数字还算平稳 疫情高元期恐怕还要持续一阵 台湾的话我认为会稍微可能会长一点 用我们的波形相对 如果跟香港或者韩国来比 都纽西兰来比都还没那么的陡峭 那越不陡峭 那相对的时间就会放得比较久 一个月到两个月是目前在 我们近来在亚洲籍国所观察到的一个情况 只是医师李宾颖预告 疫情高峰要到7月才会过 到9月前全民很难回到正常生活 而且恐怕有30%到40的人口会染疫 到三四层四层我相信不可能 三层的可能性高不高 不能说完全没有 以这样的一个速度来看 大概我想大概是15% 或者到20%可能是这一波疫情的一个上限 燃疫人口大到四层 指挥中心认为不太可能 后续还要观察 而防疫武器快摘试剂 城市中预告很快就会有第二轮实名制 行政院也拍满三类对象 发放免费快摘试剂 低收和中低收入户每人发5剂 长城机构每人发3剂 就希望让弱势族群 面对病毒不能同样弱势 环宇新闻林文宇 林嘉倩 台北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参加剧场